何谣 55岁资深艺人康康闯荡演艺圈25年 荧光幕前总带给人搞笑的印象 不过不为人知的是 康康私底下却常常做出一些温暖一举 近日艺人卡古张瑞玲就透露 康康哥不仅曾包了一个大红包给经济困难的他 也不忘帮助李炳辉大哥温暖举动曝光 据三立新闻报道 康康出道多年 除了对工作非常敬业 连主持笑话都会做笔记外 平时也乐于助人 卡古过去就曾多次在受访时表示 受过康康许多帮助 在他最困难的日子里 康康还包给他三万二千元的大红包 让他能够及时缴掉当月的房贷 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 不仅如此 康康也提供金钱以外的帮助 卡古提到 自己近期开始经营YouTube节目 卡古帮帮忙 邀请到康康出席节目 担任康康的一日助理 他透露 当初在频道的雏形都还没有 还在企划节目内容时 康康就一口答应邀约 并主动提供拍摄细节 甚至连通告费都没要 而在影片中 也能看到康康一路上非常配合录影 在车里不断制造节目效果 到了活动舞台 也是既唱歌又模仿 与主持人唐从盛张文奇 炒热气氛 逗得观众宫堂大笑 卡古提到 康康接到尾牙唱表演时 也不忘介绍经济困难的歌手 李炳辉登台演出 只见当天李炳辉大哥被众人 一路搀扶至台上 在台上弹着手风琴 唱着歌 场面非常温馨 卡古还透露 康康本来想从自己酬劳中 分出一部分给前辈 不过场商格之后 也特别包一个大红包 给李炳辉大哥 卡古大赞康康 照顾前辈也提息后辈 当天在台下看到 这个场面也非常动容 整个过程相当温馨 于是他决定拍成影片记录下来 最后他也有感的说 康哥提西晚辈 照顾前辈 是我学习的对象 而康康最后也鼓励卡古 成功绝非偶然 光鲜亮丽的背后 真的非常辛苦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